我跟我的女朋友 在戲裡面 陳妍希 我沒有拍過吻戲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 把它放上去之後 然後就直接開始親 因為我覺得那種情緒是 我就是要報復他 不是那種快樂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本能反應 我身體告訴我說我必須要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伸舌頭 為什麼我後來知道我有伸舌頭 為什麼 拍完之後妍希 暗鈴控告你 也是很客氣 就是 那個 你剛剛那場好像有伸舌頭 因為她是新人很菜 然後她進去拍的時候 就是要跟譬如說 跟這個男演員演親熱戲 就是有接吻集 對 然後她就不知道 而且她那時候 也還沒有交過男朋友 然後她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她就說好 等一下就是怎樣 在公園底下講話講話講話 然後就親這樣 然後她就想說好 那就親 然後她就被伸舌頭了 伸舌頭 就被男演員伸舌頭 然後我就說 你沒有當下反應嗎 她說我不知道 我以為拍戲就真的是要這樣 你不要亂教她 是 要當下反應是啥 你來 我往 對 她說她想像中 她看電視當她親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扭扭扭頭而已 就表面上這樣 她說她就真的伸舌頭 然後當下喊咖的時候 她就心跳很快 然後她也不知道怎麼辦 這什麼意思 她也不知道要跟誰講 那是好 因為還沒有拍完 她也不知道要跟誰講 然後她也想說 所以 剛剛這樣對嗎 對 你敢對 拍完戲都要這樣嗎 是 然後後來她就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她就放著 放在心上 然後進棚之後 她們後來就是有各種 糾纏的吻戲 闖戲 是 她說每次那個男生 就給她伸舌頭 他有反應嗎 那個不行 但她真的不敢講 因為那個男生比她直升 所以她就不敢講 她就說 反正你如果遇到誰誰誰 你就自己小心 但是我覺得這個狀況是這樣 要看情況 因為其實我在這邊直接講 因為你也伸人家舌頭 我自己本身伸過舌頭 但是我敢直接講出來 我以前在拍電影的時候 愛的麵包快 不是 愛的麵包快 這部電影是這樣 然後我跟我的女朋友 在戲裡面 陳妍希 導演就交代我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拍 吻戲 第一次拍 而且她也比我資深 然後導演就跟我講說 你的任務就是說在廚房 因為你要報復她 因為我懷疑她在外面有 有偷吃或什麼 有曖昧 所以我很生氣 我要在廚房直接處理她 直接這樣 還在 直接搬上去 真的啊 搬上那個廚房 那個台子 做麵包的台子 然後直接現場這樣 內政 然後就action 就開始 我沒有 對 我沒有拍過吻戲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 把它放上去之後 然後就直接開始親 因為我覺得那種情緒是 我就是要報復她 不是那種快樂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本能反應 我身體告訴我說我必須要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伸舌頭 為什麼我後來知道我有伸舌頭 為什麼 拍完之後然後妍希 暗鈴控告你 也是很客氣 就是 那個 漢典那個 你剛剛那場好像有伸舌頭 我說沒有 天地良心 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伸出去 真的 我沒有印象了 所以我覺得那是OK的 因為妍希她也沒有覺得不舒服 沒有沒有 後來妍希去上別的節目 然後就爆料說 以前有個男演員 然後放桌上 不是 他有提醒新演員說 我遇到暗點妖嬌 真的是OK的 我後來就說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拍尾